大家好 今天是3月17星期四 股市经过昨天大幅度反弹之后 今天再进一步往上大幅度上升 我们先看那个指数 早点,寒生指数先高开1343点到21430点 曾经一度在高见21471点 可能就是经过了这两天的大幅度上升之后 在高台是有一点点的乌亚出现 变成指数还是有一点点的反复的 指数曾经一度是稍微回调到20786点 可是没问题 这一分钟指数还是上升699点 直到目前大概下午3点半左右吧 指数还是维持在21000点以上进行一个整过 我们算一下 从星期二就是15号的低位18235点开始的上升 到今天暂时的高位21471点 短短三个交易天之内 指数已经上升了3236点 好了 早前从那个20号的高位2550点开始的回调 到这个星期二的低位18235点 一个月多一点 指数一共回调 6815点 好了 现在从低位反弹了3236点 等于说 已经反弹了跌幅的大概47% 这个应该不算少的了 所以在高台有一点点的稍微整过 一点点的反复也很正常 好了今天股市的上升有一个基础上的信号出现就是 不管是今天的高位跟现在跟低位 都是走在10天平均移动线 10天平均移动线 现在大概20517点 只要指数能够维持在21000点左右的水平 等于说 就一直稳守在10天平均移动线 等于说 整个早前不断往下寻找 地位的走势已经是过去了 股市出现一个错误的回稳的走势 现在往上看 就是20天下 大概在21838点 这个也是汇格阶段上望的目标 好了 曾经说过 股市经过了6000815点的回调 要是反弹三分之一的话 第一个目标应该是20506点 这个已经到了 要是反弹这个跌幅的一半的话 指数更有机会见到21642点 现在距离今天的高位相差只要100多点而已 等于说 股市差不多已经反弹了早前跌幅的一半了 那现在我们要看什么 要看两个基础上的 盈探 第一就是 指数 能不能够还是一直稳守在10天平均移动 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要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 等于整个反弹 还是抓住这个高台的 第二就是成交了 其实来说 过去这几天成交都相对比较多的 尤其是昨天有3097亿 也可以跟大家说 成交经验是走在那个指数的前头的 要是成交经验不断的 创新高 指数应该有更高给我们看到 当然要是成交经验稍微有一点点回调 而更不上的话 大家小心 故事在高台一定会稍微整个更反复 当然要是成交经验慢慢慢慢 回调到1000多亿的话 那情况就不太影响 要小心 故事又会进一步反复了 30分 直到目前为止 还是先高后低 指数是从一号的高位 22937点 回调到15号的低位 18235点 一共回调了4702点 这个月的波幅 可是从低位上来 已经回升了3236点 到底 信价的交易天 三月份信价交易天 有没有机位 挑选一号的高位 我们要看两个 还先看 许天生的指数 我们再看就是成交经验 到底能不能够维持在 2500个亿以上 这个相当重要 大家一定要留意 好了 下午分析 再说到这里